对生障者友善的车辆就叫做扶纸车 而全台有60万 那生障者以及年长者出入都要靠这辆扶纸车 只不过扶纸车一辆 动则要价150到200万元 多数的弱势生障家庭根本就买不起 地委杨玉清说 全台有固定就医需求的年长者跟生障者 多达204万人 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 约62万人交通有障碍 无法顺利就医 因此杨玉清提案 修改海关进货进口的税则 以及货物税条例 而财政部已经同意了 扶纸车免征关税货物税 因此一辆渴望降到80多万元 估计有200多万个家庭将因子受贿 而且新令最快明年就会上路